终于等到杨子掀开铁刘海,看他全新无刘海造型,美出新天际。 娱乐圈中有着不少拥有铁刘海造型的女星,之前的杨子就称得上是其中的代表, 基于大众审美疲劳的关系之前杨子的铁刘海造型也没少受到大众dis, 最近听取了网友们意见的杨子终于是掀开了自己的铁刘海, 对于他这换了新发型的造型来说更被无数人夸赞美出新天际, 不知道你们又是否早已经被杨子的这个全新造型给刷屏呢? 因为杨子之前的铁刘海造型是让很多人认为他的额头很不好看的女子, 可殊不知杨子的额头乃至发际线都无比优越。 这全面掀起刘海的发型中是让杨子整个人的形象看着无比高雅, 而且这一清爽发型也为杨子超级逆天的神颜提供了一个展现平台, 就以他这轻松美出新天际的造型来说绝对可以让他很多的男粉看红脸。 干练的吴刘海发型与他佩戴的这款圆形耳是也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搭配, 而且因为妆容修饰的关系,我们还可以在杨子的这个造型中get到一种高级脸气息。 一身白色的出现非常轻松,就将杨子身具的优雅内在眉给凸显出来, 基于他这身白裙杀制面料的选用杨子, 这一个气质造型还显得极度梦幻有仙气呢? 白裙领口出现的这一微微力领的设计可以很好修饰杨子的进步线条, 裙身宽松半袖设计的出现还能够隐藏杨子本身拥有的肉肉手, 整身白裙出现的这些薄纱设计效果绝对可以让杨子很轻松就成为人群焦点。 整一身白裙的呈现与腰间棕色腰带的色系搭配也堪称一绝, 在这棕色腰带修饰下杨子的身材比例更得到了一个非常直接的展示。 杨子这次梳起的干练无刘海发型也是和一切知性风的穿衣, 像他穿着的这身蓝色礙裙就属于是极具贵气感的类型。 整身蓝色礙裙在杨子诠释下根本就是贵族小姐一般, 相信很多人也有在杨子这个造型中get到一种迪士尼再逃皇妃的既视感。 李裙中出现的这一字肩设计配上杨子拥有的直脚尖后又有谁不可以呢? 发型绝对是现在影响女士形象很重要的一个造型环节, 留着这顶短发的杨子是不是就会让你们绝对他无比摩登呢? 因为自己拥有优越肩颈线的关系杨子现在对于各种路肩服装更是爱的深沉, 不知道你们对于他这身半路肩,黑裙又会打几分呢? 在他所穿的这身黑裙中, 仅是下半身不过膝拼接上一层黑纱的设计呈现就非常夺人眼球了。 造型,穿上这身裸色纱裙后的杨子无疑是花仙子的最好诠释。 穿上这身纱裙后的杨子配上他出现的绿音环境后, 他整个人还变得无比深细呢? 分享了这么多, 不知道你们对于杨子最近的造型变化又是否满意呢? 感谢观看